头晕在肝,失眠在肝,阴囊潮湿还在肝 一招帮你养出黄菌的肝 首先我们来说头晕在肝 因为在中医上看来 肝经巡行经过额头加上肝藏血 随海受到肝蟹的乳养 所以当肝血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所以当你平时总是觉得头晕呀 眼花呀,手脚麻木呀,健忘啊,掉发呀 这个时候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 需要及时的补补肝血 我们可以参考四五趟爱情加剪 其次说,失眠在肝 如果你平时老是在一点到三点而醒 而且呢,醒完之后就再也难以睡着 那么这个时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 因为一点到三点是肝经运行的时间 肝气不舒,魂不归肝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容易醒啊,睡不着的情况 像这种平时呢,还容易出现胸闷呀 胸血胀痛呀,情绪烦躁呀,爱生闷气呀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输肝理气 可以参考输肝汤加剪 那么接着说,阴囊潮湿还在干 肝经呢,经过大腿根 所以当你肝经有湿热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阴囊潮湿的情况 平时呢,还搬影骚痒啊,一味重啊 尿皮尿急呀,心反一怒呀,口干舌燥呀 像这种人,舌苔呢 发现他的舌苔又黄又腻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的具清理时日啊 可以参考八正散来进行加剪 发现了个人的身份